例如說我現在畫圓圈 我這裡有圓圈 六個 當你講六個的時候 它是以幾個為單位 一個 所以我們就說單位量是1 單位數是6 一般講單位量單位數就是說 我已經把情境脫離用數字來表示 就代表說我用一個圓圈當作單位 它就會有幾個 六個 那我可不可以把兩個圓圈 叫做一盒 一堆二盒 那這邊的話就會變成幾堆 三堆 那一堆有幾個 那我就說單位量是什麼 二 單位數變成幾 三 三個 這三就是單位數 二十四 二十四 四個 四個 四分之一 二十四就是單位數 單位數就是以什麼為單位它的個數 那這要不要跟小朋友講 不要 不要啦 可是那個分數那邊其實就是說 他們的單位量不一樣 所以要 這兩個喔 單位量都是條 單位量 不是七分之一條嗎 我再講一次 七分之二條跟五分之三條 它的單位都是一條 所以單位是一樣 只是我把這兩個合在一起呢 譬如說 好啦 我再幾個 這個看懂嗎 譬如說我用圓當作單位 這裡是二分之一個圓 這裡是三分之一個圓 合起來多少 就這樣 就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合起來 就這樣來講 有沒有同一個單位 二分之一為誰為單位 一個圓 三分之一也是 一個圓圓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合起來 那我們希望做什麼事 我希望找一個比較小的單位 讓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 都可以變成整數的那個小單位 這樣我可以用一個新的單位來重新描述它 譬如說我用什麼 六分之一都可以 可以 用六分之一 那這裡二分之一又變成三個六分之一 這裡變成兩個六分之一 合起來是五個六分之一 那你是要發出的答案 還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合起來 好 小問題是這一個 所以老師 那那個樣子 如果我用本來是一個二分之一圓 二分之一圓不能叫做一個單位量嗎 二分之一個圓 那當然單位是什麼 一個圓 一個圓 單位數是多少 二分之一 那如果是一個二分之一圓 二分之一圓就變成新的單位 二分之一圓跟一個二分之一圓 一個二分之一圓就是你把二分之一 看成單位嘛 對 有一個嘛 對 那這裡只是把六分之一看成單位 新的單位 對 它有三個 它有兩個 那這個六分之一 我們稱它為六分之一個圓 它還是跟原來二分之一上面的單位一樣 都是一個 我們稱它為一個 重新要測量這兩個的單位 所以剛才我想要說什麼 共同去測量的單位 想辦法讓這兩個都變成整數倍的小單位 讓你們聽懂 好 其實我跟你講 大部分的人都說 一分五分數要 通分都說單位不一樣 這句話是錯的 說單位量不一樣也不行 都是一條為單位嘛 我再講一次 當你講到七分之二條 就代表以什麼為單位 一條 有幾個一條 七分之二 所以一條是單位 七分之二是單位數 那如果講兩個七分之一 那這樣兩個七分之一代表你把七分之一當成什麼 新的單位量 單位 有幾個 兩個 對 那那個現在的單位不能稱為單位量嗎 我現在的單位量是七分之一 就六分之一來講 可以看成五個 六分之一 但是對原來題目來講 它的單位是 條 最後的單位也是什麼 也是條 他是用六分之一 一個比較小的單位來重新描述這兩個 那他變成整數 對 我就再想一想 好 到這邊 講到這裡 各位覺得 只要你有單位量 單位數的概念 只要單位量一樣 都變成什麼運算 整數 分數小數的運算 對 到這邊OK了 OK 那四年級還有一個很討厭的 叫做假代互換 有些顏色 人數 人數